好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各位街坊 各位朋友 各位記者 大家好 我是民間集會團隊的劉榮康 我們會在這裏有一個關於初選的公佈 在我身邊都介紹一下我們出席了的朋友先 我由最右邊介紹去 就有沙田區議員 水泉路選區的劉德文議員 接著就是沙田區議會 這個余承選區的石威廉議員 沙田區議會副主席 亦都是松田選區的华學禮議員 沙田區議員 和邪村選區的李志雲議員 大埔區議會副主席劉永威議員 沙田區議會博康選區的儲邦議員 接著有賢家選區的陳文通議員 夏成名選區的華聖峰議員 和沙角選區的陳少仁議員 我們今天都會在這裏一起做記者會 我們就不會逐個發言 我們有幾位朋友要優先發言 首先請沙田區議會副主席王海禮議員 首先發言 因為我們過來中間說 你走出來說 各位記者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各位沙田街坊 大家好 我們今天一眾沙田和大埔區議員團隊 其實我們一起在這裏 支持民間集會團隊的劉永康先生 參與民主牌的新冬初選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次香港人勢非常危急 現在國安法令到我們人人自危 我們人身安全 招不倒席 所以我們在這裏支持劉永康 支持他的理念 支持他的一直以來為香港人的付出 我想每一位參選人可以比劉永康先生更加代表抗爭者的陣營 過去一年我見到劉永康先生 一直多次舉行遊行集會 我想在這裏 因為我們宣佈參加初選的消息 新城市廣場是多次警暴 多次衝突 多次市民表達意見的地方 我相信每一個地方在星海東 比新城市廣場更加見證到 過去一年我們香港人經歷的事情 劉永康先生現在是身負著一條暴動罪 但是我們佩服他 即使在這個情況他都站出來 即使可能面臨多年的監禁 他都站出來為大家發聲 所以我相信他 我想香港的市民也都會支持他 多謝大家 多謝麗哥 好 接著我們有請沙田區議員 趙主邦議員說回兩句 好 今天作為劉永康團隊的一個成員 在這裏我希望跟大家說回 劉永康是一個非常之 對於他的政治信念是很有承擔的人 即使生負暴動罪 他依然都堅持繼續走上街頭 跟我們這麼多位市民在一起 在最前線的抗爭 從來都不會退縮 我相信香港在這一個這麼動盪的時代 作為一個從政政治人物 是必須要有這樣的承擔 而我們也是堅信我們團隊 可以在立法會會有一個本土派 抗爭派的聲音 而正正這個議會 雖然現在是被港共政權 民建聯 中共的打手在這裏協持著 但是我們依然希望 在不同的戰線上面我們付出努力 無論在街頭 集會 遊行 抗爭 我們依然相信議會 或者其他的國際戰線 都仍然是有作用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我們的團隊 藉著這個議會的戰線 我們可以全力以赴 為我們的抗爭者 繼續爭取我們的五大訴求 我們團結打倒這個港共政權 而我相信我們這次宣佈參選這個初選 我們也希望凝聚這個抗爭的力量 我們不希望再見到我們抗爭陣營的力量分散 我們希望團結一致 在這個初選上面 選出最有力的選舉的隊伍 去接下來立法會大選 我們一起力爭立法會過半35家的目標 我們一起去達致攬炒 好 我們要威脅這個政權 回應我們五大訴求 多謝大家 那 麻煩幫助 跟著之後我身邊的沙田區議員李梓雲 都跟大家說兩句 我是沙田區議員李梓雲 那 在這裏首先我要呼籲各位的香港人 各位認同我們理念的香港人 記得要參與在7月的民主派抗爭陣營的一個初選 也希望各位的香港人 是會支持我們這些抗爭的陣營 在過去的一年 我們香港是經歷了很多的風風雨雨 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打壓 但是我們的團隊不同的區議員 以致我們劉永康 都是不怕這些打壓 一直都是站在香港人的身邊 跟香港人同行 所以在這裏也都呼籲大家 是會支持我們這個抗爭 和和香港人同行的一個陣營 多謝大家 多謝李志雲 之後我自己出來說兩句 OK嗎? 個位置站這裏好些 OK 好 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在看直播的網民 大家好 我是民間集會團隊的發言人 劉永康 在過去這一年裏面 我們香港人 是重新定義了香港這兩個字 以往世人聽到香港 想起的是甚麼呢 第一個可能是Jacky Chan 然後第二樣想起的 就是金融中心 一個發達的城市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 我相信世人聽到香港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已經是成為了 民主自由抗爭的一個象徵 一個代名詞 這個是我們所有香港人 過去這一年的努力 換回來的一個聲譽 在過去這一年裏面 我也都很遊行 可以以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崗位 投身在這一場抗爭當中 我還記得在6月9號 百萬人遊行的時候 我是走在當中其中一個分子 是其中一個參與者 其後的這段時間 一年裏面 我就籌辦過14場的遊行集會 成為了很多大型遊行集會裏面的主辦者 當中也都受到政權很多的打壓 在這一年裏面 我自己個人就被拘捕過三次 更加因為七一立法會案 現時是被交控一條的暴動控罪 在2014年的時候 我是第一次加入過政黨 打算是去參與政治的 當時就是懷著一火赤子之身 因為對香港的熱愛 想著去改變香港 令到香港人有更好的生活 我嘗試去參與政治 當時我以為 從政就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 就是我們去具力力爭 去提出方案 向政府爭取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我當年 很天真以為可以這樣做 但是經歷了雨傘革命 魚蛋革命 再到現時我們正在經歷的 這一場時代革命裏面 我們見到原來想香港好 想改變香港 要負上的是非常之沉重的代價 我們是需要被拘捕 被恐嚇 要坐牢 要受傷 要流血 要流亡 甚至要負上自己的生命 這些都是我們要負上的代價 剛才阿禮說得很好 我們現在這裡的新城市廣場 正正是一個見證著 人民被政權打壓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到現在為止 我們身後仍然有一條鐵馬 去包圍著這張法 本來是屬於人民的連儂牆 有保安在看守著 而在去年的7月14號開始 我們沙田人乃至香港人 見證著一個本來 給大家逛街shopping 休憩的地方 變成了一個肉血的戰場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想改變香港 熱愛香港的人 想需要負上的代價 但即使面對這麼多的代價 很多人都問我有沒有後悔過 站到這麼前 我的答案都是完全沒有後悔過 如果讓我再選多一次 我都是會做回這一年我去做的所有事情 哪怕未來我們知道 我已經在那副啪牌上面 是國安法要侵對其中一個對象 我是紅心四合 但哪怕有這些後果都好 我都不會後悔 我都是願意去負起這些成本 甚至可以這樣講 經過了這一年的打壓之後 我的決心不單止沒有減退到 反而是更加堅定 因為經過這一年 我知道香港人的力量是這麼強大 我知道香港人 這二百萬向香港人 原來經過了這麼多的打壓 這麼多的恐嚇 這麼多次的警暴 我們仍然是堅守在街頭上面 我最記得的就是 我在去年 李大圍城的時候 我走過彌敦道 見到 竟然一大班 穿著西裝有 或者襲衫上班有 會在街上組成一條人鏈 去到傳遞物資 那傳遞了些什麼 我當然是不講 但大家自然知道 當時我上到街都會知道 這一班曾經是和理非之罪的上班族 願意為了拯救李大的手足 是負上一個多大的代價 所以今天 我是希望能夠 在未來這一場抗爭裡面 以更強的能量 以更大的力量 以更適合的身位 來繼續延續這一場的抗爭 因為我知道 接下來這一場抗爭 已經進入了一場持久戰 因此 我是決定 聯同這一班的沙田區議員的兄弟 是合組名單 報名參加 接下來抗爭陣營35家的這個立法會初選 希望透過這個初選 獲得選民的認可 令到我第一報名參加 九月份的立法會選舉 代表本土抗爭者 在進入議會裡面 很多人都會問 第一件事就問 為了 劉永康你說參選 怕不怕被人DQ 我當年2018年是被人DQ過一次 但最後選舉程程也是得席 法官都告訴我 當年陳婉文的DQ決定是錯誤的 現在陳婉文都已經 連D.O.都沒有得做了 我只會說 根據現時的法規 現時我見到的法例 它是政權沒有任何DQ我的理由 我早在2017年的時候 已經公開講過 我們是不支持港獨 也都是 對現在為止 立場都沒有改變過 我們不會主張港獨 這個立場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 而如果我們在初選能夠出線的話 我們都願意去簽這一份的 這一份的同意書 那政權在現在的法規裡面 它是沒有任何的藉口 可以去DQ我們去參選 但當然大家都知道 現時DQ的紅線是任過去搬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知道 究竟最後 我們有多少候選人會被DQ 我們知道曾國慧都已經走出來講 如果任何人去反對國安法 已經有機會 在跌入DQ的陷阱裡面 但我更加想講的就是 大家不要因為有DQ 就放棄這一場的選舉 又或者覺得這個初選 都是沒有用的了 我反而是覺得 正正因為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有沒有辦法參與到 九月這一場的立法會大選 我更加希望出來參加這一場 七月份的抗爭陣營初選 因為這一場的初選 將為香港人 有一次機會 在沒有DQ 沒有篩選的情況之下 挑選自己心儀的候選人 而這次更加不是只挑選人 而是挑選未來我們香港人 要在抗爭路上走的一條路線 是甚麼的 我希望過去自己 這一年裡面經歷過的打壓 參與我的抗爭 可以就出來代表著一條 本土抗爭的路線 爭取選民的認同 我相信過去 我們在抗爭裡面的堅持 是會得到選民給大家的認同 現在最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明白到 你們出來參與 7月11號12號的投票 是在告訴所有香港人 甚至乎全世界 關心香港人的人聽 香港未來的民主運動 應該走一個甚麼的方向 究竟我們繼續默守成規 玩一條所謂溫和談判的路線 還是我們繼續堅守向前 是去走一條 我們過去一年已經堅持了很久的 本土抗爭路線 我想這一場的初選 我們很需要有一個答案 告訴全世界 香港人是支持本土抗爭 香港人是授權前線的抗爭者 香港人是不會覺得 我們過去這一年經歷過的 是暴動的 是嗎 是 所以我很希望 我們這次透過參與這場初選 可以將本土抗爭的路線 帶上議題 亦都是得到所有選民的授權 就是我想告訴大家 在共多候選人裏面 我們這一個隊伍 一直以來都是參與抗爭 走在最前線 我們不單止是支持抗爭 我們本身就是抗爭者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得到選民的授權 未來繼續推動本土抗爭路線 我是劉永康 多謝你 謝謝